我是朱立倫 我同意18岁公民权 1126我们一起都同意 选前一周朱立倫透过影片力挺18岁公民权 但这时间点曝光有没有可能是在为这灭活 市议员黄玉芬PO出多张来营内部群组截图 群组成员呼吁聚领修宪公投票 因为不同意被选举权下修到18岁 甚至还有人说当中央对此不方便表态建议 私下讨论 还有蒋万内湖后援会副会长也在另一个群组喊话 聚领公投票因为要加速开票减少作票风险 立委李德维还回复支持 国民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 我都支持 我都赞成 是黄玉芬议员可以把我支持 赞成18岁公民权的相关的截图 也可以拿出来呢 放任自己的竞选总部发言人 放任自己的后援会会长 不断的阻挠18岁公民权 只是想要拿年轻人来骗票 毕竟蓝营立委们高举同意刊版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民进党更是乘胜追击 对绿营来说 当初搜线案也是顺势 要拉抬选情抢年轻票 越多人对国家社会有责任感 这个社会一定会进步的越快 我们是支持18岁的公民权 是希望支持台湾的民主 能够更进步更精进 我的立场非常坚定 支持18岁公民权 比如像前一阵子我的脸书 有人跑来留言 说不要投负决票 我马上回复 我支持18岁公民权 无论基层意见如何 但蒋万恩说 至少自己从未变心过 TVBS新闻 恒复华换柔 他也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